感谢您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密剧论的注释了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需要再回顾一下 那我们快的把那个文 把它调出来 这个是 是 Vaida他编的那一套书里面的 这个电视台是根据 Vaida编的那一套 事实上呢 他还有一个比较精良的版本 就是一个法国的学者 就是他编的 大家知道这个吗? Vaida编的 知道啦 看过吗? 第一次读中论的句子 第一次 以前没读过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编辑 就是《明居论》的 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 那 那 这个寄送呢 在《明居论》也被引用了好几次 如果我们用 关键词 这个寄送是 就是 其实就是 中论里面的寄送 但是他也被 在其他地方也被引用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这一个 就是 就是 法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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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愚》啊 《我知辱根本》 那个药极药 引用了好几次 其实 岳春 它里面 引用很多阿含经的资料 其实这个寄送是 比较早 早期佛叫阿含的 那 大家可以去收集 那 怎样知道呢 就是 Gatha 或是 世尊说 白 就是 世尊说 或 什么 Chim Sutra 里面说 大概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去做个 不过这个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 整个 学位论文就是在 收集这些 然后对它做研究 好 那 这一个 应该是这一首 现在来做一个测试 测试 这个是中论的 的寄宋引文 一般我们叫做Mula Mula就是他的一个 根本 那在 这个 引文寄宋之后 他首先 接下来 他首先解释哪一个字 他首先先解释Sankhapa Sankhapa就是Vitaka 他就是分别是吗 思维分别 在中论的文脉底下他其实是一种比较negative 因为他能够让烦恼升起 那再来他解释什么呢 整个就是第一个 没有没有他解释这一个复合词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一个 那这一个 再来 他先解释前面这一个词 符合词 第一句 第一句 比较不好懂的就是这个字 那其他 那其他 Bragut Veson Mohach 这一些呢 都是常用语 常见的 堪称吃 这一些都被说为 从分别而生起 从分别而生起 那这个 不合词拆解就是把 一个词变成 一句话 懂意思吗 那这句话他用的就用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个 quotation mark 来把它做一个解释 大概是这样子 Prapavati 是一个动词 可以吗 那 一一的 Prapavati 生 就是一一的这一些 Ragut Veson Mohach 一一的呢 这边用单数吗 是吗 单数 没错吧 所以是一一的这一个 法 都是从这一个分别而生 可以吗 生起 从分别 Sankhapath 这个是 Abrative 可以 那再来呢 他就举了一个祭颂 举了一个祭颂 来 这个不合法是念一下 那个祭颂 事情话语一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OK 好 非常好 很有詩情話意 好 那這一個什麼意思呢 來 立衡 你最熟了 欲啊 是嗎 這個 卡瑪是欲 對不對 對不對 還要看回去 不用了 這是欲嘛 這個是Vocative 我知道嘛 JANAMI 我知道 你的根本 MULAM 對不對 我知道你的根本 不用再對回去 直接就 這是KILA 那 就是你 確實 從分別 而升起 對不對 是嗎 就像 JAYA SE 這是你升起 對不對 那你升起 從哪裡呢 從 SAMKHA PATH SAMKHA PATH 就是從哪裡升起 你升起 從分別 也就是你 從分別而升起 你因為分別而升起 用因為也可以 可以 所以我們立衡比較害羞 來 我神阿師 不要看 直接讀 不要看 notes 不要看你的 notes 下面第二句 我 我怎麼樣 我不分別你 對 然後呢 TATO 你不在我心中升起 對不對 出現 出現 是嗎 是嗎 是 因為這是 occur to me 這一個我們還記得 這是Dative Genitive Short Form 還記得嗎 忘記了 所以複習一下也好 立衡響起來了嗎 立衡響起來了嗎 可以嗎 就是 這一個就是 我不分別 Ami 也是我第一人稱的動詞 對不對 我不分別你 因此 你不在我心中升起 You will not occur to me Therefore 有沒有 TATO 還記得嗎 對 要練習 就是 學過了 看到就 對對 ABCD 你要試試看 就是 他引了 引了這個寄送 因為寄送說 因為寄送說 玉亞 我之乳根 你從貪欲 你從分別升起 我不分別你 因此 你不在我心中升起 因為寄送這麼說呢 所以 中論的寄送就這麼說 寄送就是說 貪 這個 貪稱 這個 吃 被說為 從分別而升起 對不對 根據的就是 阿罕經的這個寄送 這個寄送主要是 這個欲 我知道你從分別而升 這個欲大概就是 相當於哪一個呢 BRAGO 那 這一些東西呢 暗示著欲 作為一個代表 其實就是 種種的煩惱 可以嗎 這邊他是一直有做了一個 所謂的 深論 因為阿罕經怎麼說 所以 這個 宗論的寄送 就有這樣的一個 教導 所以他在解釋這一句話的一個 依據 引了阿罕經 或是早期佛教的一個寄送 好 那再來呢 接下來 最難 來 還沒複習 好 我們先斷去 去 去 就是 因為 因為 他們是 這個 其他煩惱的 根本 性 是嗎 還有 因為 他的 這種 主要性 重要性 主要性 主要性 然後呢 也 相 也 吧 有 有 這三種 煩惱的 这三种的列举 乌帕达纳 他用了一个我们比较少用的印象 也就是为什么只谈到这个谈成痴 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这是其他烦恼的根本性 对其他烦恼也具有这种根本性 三不善根 对不对 可以了 然后他也是这一种 Mokya Tava 他的一种重要性 主要性 他是烦恼主要就是由这三种在开展出来的 是吗 这三种可以射一切 是不是有这样的讲法 这三种烦恼可以射一切烦恼 因此 这三种的列举 有这三种烦恼的列举 这三种烦恼可以射一切烦恼 可以吗 可以吗 There is vupadana of these three 懂意思了 of 吗 Anam Asam Generative Plural 这边有一个 power 被神略的 这边有一个 power There is vupadana of Vupadana of Esham Traya Nam Peya Etat Chattraya Yahakreshah 这是 比三烦恼怎么样 Pattitiyah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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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是引文来的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一杠 就是他用一句话然后把引文 整合进来 变成一个说明 可以吗 好 再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 是吗 来简单方式 很简单 Tadra 什么意思 此处 此中 有没有好我们讲的 就是此中就是前面这一句话 这三烦恼 依静不静颠倒 那此中他开始要解释 这句话里面的 一一的 一些关系啦 始终怎么样 好来 这个普悔法师念一下 没没没 到这边就 这没有气双 也可以 也可以 哇哦哦哦,哦, 哎呀哦哦哦哦哦哦啊, times, 对 哎呀哦哦哦哦 o pr 打 他这一个很规则 就是都有这个 乌巴迪阿腿 那第二个就省略了 好 那什么意思 这可以拆开来吗 Supana Akarana 那个中词是那个 过化的 对 是生气的 可以可以 主词主词 Raka 他有没有那个 那个什么 连阴 他应该要Raka Raka Raka 那个 那个叫什么 Visaga 掉了 因为后面接了一个母音 Raka 后面如果接非A的母音 那 那个Visaga 会消失 所以他不能连起来 他不能 这个 连阴归子 变完之后又再来一个连 也没有了 他只能变一次 是 懂意思 所以他掉之后 他就没有跟后面连起来 摸好 对 摸好 对 摸好 是 好 此中 唐昔 摸欲 衣与清静相 衣与清静相 是吗 烟 因为 静 他规定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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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的形象 静的形象 俗法是形容词吗? 静也有善的意思 是吗? 是呀,也有嘛对不对 他欲异于静的形象 承其生嘛 这个体的话都能够加个 这个异 他也可以要解释 这三种烦恼 依于静不静颠倒生 因为 依他解释为什么 因为依于静颠倒有态于生 懂意思吗? 就是这句话为什么因为 这样子 用一种因果关系来拆解 他依依与词之间的关系 因为 for 始终 因为始终 因为 还有其他的用法 强调了 但是强调好像也 不晓得 我们待会再调 来另外一种用法 一种是因为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二句是 那种称灰 称灰 称灰于 不静 神发生起悲哲的表 称灰于什么? 不静 应该也是有形象 应该也是有形象 不会 不静 应该也是有形象 对 照理说是看到相而起 种种的烦恼 可以吗? 很合理 对 不禁的形象 好,那 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鱼痴 鱼 鱼 鱼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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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株颠倒,合胜之买 合胜之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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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胜之义与株颠倒 需要形象吗 不用合胜之义 这个就是明具论 他的一个解释 他拆解了 这一个 第一个他拆解了这一个复合词 那它是什么复合词 三个都是香味式 静、静以及颠倒 三个都是香味式 好,再来 我们这边稍微跳出来一下 因为 在导师的解说 是跟济颂基本上 汉意的济颂是 是比较 是贴近的 汉意的济颂说什么 就是 静、静、静、颠倒 是从重元而起的 导师也是这么解 那为什么这么解 因为后面济颂再次提到这一件事情 讲到静、静、颠倒 它是 重元、合合 而生的 然后 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生云坛诚词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济色 现在实践套 设几位 实践套 你来和 上 你来 开 鑄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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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烦恼怎么可以依他们而生呢 因为他这边大概是要破烦恼的自信 所以他破能生烦恼的这一个法 他们没有自信 那他什么东西也不会有自信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and pleasant. the confusion就是颠倒了 对他的一个理解就是 静跟不静的颠倒 does not exist from its own nature. what afflictions can depend on confusion? about the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看一下范围 即将可以直接解吗? 这个supa asupa vipariyaha 这是复述嘛 就是 静不静颠倒 vidyante does not exist 是吗? 是吗? from 什么? is own nature supa vipariyaha 这个是supa vipariyaha 这个是supa vipariyaha 这个很容易突出 所以我们也要冒很大的风险 没有tuss 加tuss 有印象这一个吗? 对对对 有没有印象?加tuss 因为我们已经有音译本可以逆推了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 我们看一下 好像在词典就有 讲到tuss 没有了 好词典没有 那应该是在 文法书里面 有没有人有印象? 有吗? 找一下 永不黄 1598 表示重格的概念 1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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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clindable 應該在這邊 1096 1098 1 這邊 Adverse 1098 1099 看一下 接下來 with the suffix tus with the suffixtus are need Adverse having an Advertive sense and not ready also Advertive construction OK 反正他就是 這邊只要這一句話就好 Advertive sense 可以嗎 加上這一個 這邊 阿妹 Advert 他變成一個副詞 看得到嗎 tus 1098 這是幾年前的文法 你沒有寫日期 反正就已經在阿賴爺的體庫裡面 在那個文法庫裡面 OK 你們是同時進來的嗎 還是你比較早一點 早一年 所以接下來沒有遇到這個文法 沒有遇到這個文法 沒有遇到這個文法 有印象 一個是 tus 又不使用 對 時間沒有標 對 趕快補上來 對對 好 可以嗎 就是 那個是svapava 再加上tus 就是英文 對不對 對 有問題 有問題 所以這個 這整個 並非 從 他是用 All nature 但是 如果是在 比較新的 比较新的这一个 的翻译 intrinsic 没有这一个字 内在的 就是在新的这个翻译 他会用intrinsic nature 自信这一个字 我们在汉译本的自信 在比较自己 比较新的翻译他会用 这个 译语 好 然后 kataman 是吗 云和 what affliction affliction 就是closure 是吗 affliction 是苦恼 还是 苦恼 苦恼 affliction 所以他这边用affliction 来翻译这个closure 自从翻译的角度 我们上次讲的 在课堂上有带了一下 kilesa 就是defirement 这是巴黎语 那边的一个解释 他就是让人家苦恼 那变成名字就是苦恼 就是 这个affliction can depend on depend on就是这个 pagetia confusion about 所以这边也没有 也没有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拆解 这变成就是 这个音译者他认为是 前面两个是香味是后面 跟前面两个是一组式 不是 后面跟前面两个是池叶式 因为他是形容词 是吗 池叶式还记得吗 青色的莲花 莲花是青色的 这个职业式就是 A是B的概念 所以这个 云和 kataman 这是 什么样 what confusion what afflictions what afflictions what afflictions affliction 是kalesha 然后 depend on convulsion 这边你这个字就不太清楚 这应该是katam 是吗 这应该是katam kata 这个是云和啊 kata 这个是云和啊 kata Katamama Which O many Katama Zuma Kataman Kataman 是什么意思 它是夜格 是嗎 咔嚓 看一眼 PUSUYIYEGA KATM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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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KATA 看起来像是复苏叶格 看跟看 所以这个都是accusative 看kataman 那他看起来是跟他是同 依于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这个 confusion about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是同位的 就是他们没有自信嘛 那你依于什么样的 他们这样子 这个他有一个对论的背景 他们不是要修饰的话 affliction 是 affliction can depend on what confusion about pleasant and pleasant 可以吗 kataman 可以吗 它两个是同位 就是烦恼能够依于什么样的 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自信嘛 那这些烦恼要意义什么东西呢 什么样的这些东西呢 而生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本身他就在汉译本 罗石在这边就提示了他是 就是说苏巴 苏巴 不是 苏巴 罗石呢 阿姐 你 这边就是这是一组 这是一组 可以吗 那香味式是这边 苏巴阿苏巴 苏巴阿苏巴 可以吗 那苏巴阿苏巴跟这个 Vipariyasa 是什么呢 整个 可以变 这个是主 这是形容词还是名词 形容词的话就是词业词 他就只是因为词性的关系 他是形容词嘛 他也可以当 他有阳性的 但是意思就不一样了 他如果当这个清净 还有bright beautiful anything bright and beautiful beauty good fortune auspicious happiness way fair benefit good 所以他也可能是名词 是吗 所以要怎么样来看比较好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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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 蛤 不是 就是 subba 你要把它当作 这英语本他是把它当作什么 形容词 对 对 那如果这样子好了 如果 苏 巴 若是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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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为什么慈业是吗? 青色的莲花 就是Karma Darya Karma就是业 Darya就是慈 慈业是 那如果阿苏巴 阿苏巴有没有名词的可能性? 他也是有名词的用法 可以吗? 所以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几个语词 如果 这个苏巴阿苏巴是什么?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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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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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N 是 宿格关系 有没有别一种关系 颠倒 或是宿格关系 有没有可能 从进不进来的颠倒 一样 反正它是一组 就是辞业那个宿格的一种 它都是什么什么的颠倒 那这颠倒就是 这个是从这个进不进而来的颠倒 那它也或许也可以有这个 从的关系 还有没有 关于静与不静的颠倒 大家已经开窍了 哈哈哈哈 宿格关系 然后跟得上吗 为什么会有这些关系 好 那我们先下课 大家去冷静一下 就是把那头脑稍微清理一下 下课 因为从音译本 音译本它怎么讲 About About 音译跑哪里去 About About 对不对 About它是比较with reference to Loc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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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confusion of About 因为它选择confusion 它必须要搭配About 是吗 对什么东西产生困惑 就是About Confusion About 可能跟它选的这个语词有关 然后上去拿另外一本来 然后上去拿另外一本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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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